最近几年中国有很多互联网产品 在中东市场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赚到了很多的钱 现在呢在中东很多国家 这个英勇商店付费发行榜 前一百里面有超过一万的产品 都是来自于中国了 之前呢中国突然指 关注中东呢其实不是很多 后来主要是这个亚拉带起来了一波 亚拉呢是16年进入中东的 然后20年上市的 现在市值呢应该是22亿美金 还有一家公司呢叫做赤子城 是一家港股上市公司 现在市值是60多亿港币 我和他们老板挺熟的 他们有几个产品 像Miko啊 然后在中东做的都非常不错 包括一些大厂的产品 比如说腾讯的吃鸡吧 这个在中东也赚了很多钱 当然那个字节的TikTok 在中东发展的也非常不错 于是现在呢中东市场 成了很多中国互联网 这些公司出海啊 这个成为了一个首选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吧 尤其是在这个直播这个赛道啊 这个中国的App可以说是 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包括BIGO HAGO 就等等公司吧 在中国在中东都非常的强 中东市场在我看来 有两个特点啊 一个是可以赚现金 还有很多土豪嘛 一些大户每个月给主播 这个打赏个几十万美金 相对来说也不是很稀奇的一个事啊 这个而且呢 在我看来中东市场 还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市场 美国有很多产品 比如说Facebook 比如说YouTube 对吧 在中东做的都不错 还有Instagram在这个中东做的也不错 但这个仔细看来呢 他们其实除了做了这个语言包的翻译之外啊 这个几乎没做什么本地化的工作 这个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美国这些公司啊 也还是比较傲慢的一个态度 这个中国公司的本地化工作呢 做的比他们好很多 要接地气很多 这些美国的产品呢 之所以现在做的还不错啊 就是因为他们起步比较早啊 还有这个劳本可持啊 这个但也是这个坐视山空的一个局面啊 在我看来 其实早晚都要让中国公司给干掉的 这个今天呢 就和大家聊聊这个中东市场 在我看呢 是一个既能赚钱 又具备相当潜力的一个市场 有气的灵魂聊科技人文 我是李自然 想得经销清觉梦 又携元和上清城啊 今天是在这个清城山上 和大家聊聊那个遥远的中东市场 最近几年啊 整个创业环境啊 在变得越来越现实啊 大家其实不再迷信规模 不再迷信用户增长 这个变得更加看重实际的收入吧 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对中东市的关注 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因为很多人在中东赚到的钱嘛 前些年 这个中国互联网 这个创作圈 在印度砸了很多钱下去 但赚钱呢 好像还是一个又要不期的一个事 东南亚市场呢 大家投入也不小 我也在那边做过项目 之前的视频呢 和大家也分享过 中国的大厂也有很多 过去做电商呢 什么的 我就不点名了 对吧 比如说像阿里 他也没有暂时 也没有特别成功 这个所谓的两硬市场呢 当然也有很多 中国公司做的挺不错的 但是从这个大的方面来看呢 尤其是从营收角度来看 它也是没有达到 很多人的预期的吧 但是在中东呢 就不一样 中东游戏 社交 电商 都有人实在在的赚到了钱 中东市场呢 相对于这个 所有的两硬来说 它离中国就更远了 它的这个人种啊 语言文化 等等差异 其实是更大的 所以说很多人对中东市场 都缺乏 这个足够的了解了 包括我自己啊 坦白说 我也不懂中东市场 但是呢 我刚好有个关系 不错的朋友嘛 做了家上市公司 叫赤子诚 前面给大家说了 他们有很多产品呢 在中东做的都挺不错的 那我就给他们说啊 这个能不能把 这个我们在中东呢 业务负责人给我介绍一下 我想认识一下 学习一下 这个中东市场是怎么回事 于是呢 就认识了 他们在中东的业务负责人 叫老黄 老黄呢 在中东生活了14年了 已经 这个在当地也带 这个超过百人的团队吧 我就跟他学了一些 中东的这个知识吧 所以今天呢 才敢在这个视频里面讲 但我自己啊 确实没有去过中东 也没有在中东 做过什么业务什么的 只是说我自己 查了一些资料 然后请教了老黄嘛 这个视频 只能算是我的一个 一个分享啊 中东呢 有23个国家和地区 面积1500万平方公里 人口呢 有4.9亿 这个数据呢 现在已经背得比较熟了 互联网伸透率呢 也超过60% 还是比较高的 像某些国家 像这个卡塔尔 阿联酋 沙特 互联网的覆盖率呢 都在95%以上了 在沙特呢 甚至这个手机 智能手机的数量 比人口数还多 也说这个一个人 他不止只有一个机嘛 这个其实还是 互联网伸透率 整体来说是非常高的 当然有一些国家地点 在整体来看 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我们前面讲 东南亚的时候说过 东南亚这个十来个国家 其实不是一个整体啊 他们各个国家 这个语言啊 宗教啊 习俗啊 都非常的不一样啊 所以说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 而是很多个零碎的市场 这个就很烦啊 你做市场 只能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 它很不一样 对吧 这个中东呢 在大的方面来看呢 基本上 这个宗教啊 文化啊 这个习俗 还是比较像的 其实基本上 可以看成一个 统一的大市场来看的 但在这个里面呢 因为 如果你再细看的话 它各个国家 这个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嘛 你就这个 我是可以把它分成 两个大的板块来看 一个大的板块呢 我把它叫做土豪市场 主要就是指 很完六国 这个GCC 这些国家呢 就特别有钱 这个人均GDP 也是几万美金吧 这个钱多 需求比较旺盛 如果是做这个市场呢 目标就很明确吧 就是尽可能的去 搞他们的钱 第二个市场呢 我把它叫做人口市场 就有些国家 它这个经济 没这么发达 但是呢 就付费能力没这么强 但人多 流量也便宜 你去那些国家 获得用户的成本呢 就变得比较低 比如说像埃及 这个人就很多 对吧 它适合做 一个很大的 用户基数嘛 可以做出大 DAO的产品 DAO就是 日活用户 你可以做出一个 日活用户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 还有像摩洛哥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人口都不少 这么多国家 如果我们中国公司出海 应该优先选择 哪个国家呢 赤子城他们呢 是把中东的总部 设在了埃及 为什么选择埃及呢 我也问了 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呢 埃及是一个文化大国 虽然最近几年 可能不是特别的强 但是说 基本文化大国的地位 也还是在的 历史也比较优秀一些 它其实在中东 可以算是一个文化输出国 中东的灯塔 而且埃及的语言 阿拉伯语在中东沟通起来 也是最方便的语言 中东肯定是阿拉伯语的 是最多的 其次是波斯语和土耳其语 第二呢 埃及的人才储备 是很丰富的 他们大名声很多 我看了下数据 他们19年 应该就有60万大学毕业生 而且好像也比较卷 我看了下失业率 就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人 好像占到36% 总之呢 就是人才储备很充足 招人呢 应该不知问题 对吧 这个和很多更发达的国家来比呢 这个优优人的成本也更低 第三呢 就是埃及这个市场呢 比较大 整个人口有1亿多 比如如果你是去中东 搞这个社交娱乐的话 对吧 你首先肯定得选一个人口大国吧 对吧 这个埃及的营商环境也还可以 不像沙特就很保守 对外资的这个主要领域卡就非常高 对外资最开放的 应该是阿联酋和巴林这两个国家 所以说 也有很多出版公司 把这个主体放在阿联酋嘛 因为阿联酋是一个政局很稳定 也比较开放 税收政策也非常好 而且呢 这个账户信息啊 也可以做的比较这个隐秘一些啊 我们再稍微说一下 这个赛道的问题 这个视频一看都说了 这个社交娱乐是个大赛道 这里面包括短视频啊 直播啊 语音啊 约会啊 等等 为什么说 这个社交这色的这么好 因为在中东 社交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刚需 这个它就像人需要吃饭一样 它是一种精神食谅吧 比如说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啊 这个因为宗教啊 等等原因 这个线下游乐方式是非常的匮乏的 中东很多国家的这个年轻人啊 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 能接触异性的这种机会 当然我知道 就是在中国很多人也没有 但是在中国呢至少 其实说还可以擦肩而过 对吧 你还可以看看 对吧 这个不像在沙特里面啊 这个在商场里可能要分为男士区域 女士专区 男士专区 还有家庭专区 对吧 这个线下呢 对于沙特的那些来说 就很少有自由恋爱的这种途径吧 最近这两年呢 也变得开明了一些 其实 开明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2018年 这个沙特重新开放了这个电影院 现在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的 对吧 所以说2018年才有电影院 你可以想到这个线下娱乐是匮乏到什么程度 咖啡厅也是最近才刚开始有 现在呢 就是男男女女吧 刚可以坐在一起 这个喝咖啡了 这个 所以说 当人们的这个需求啊 在线下受到压抑的时候啊 这个线上如果有机会 那当然就会这个蓬勃发展 对吧 我们 就我前面有期视频 不是给大家讲语音阀吗 就说了 就男男女女那点事啊 就是愿意花钱的人很多 不管是语音也好 直播也好 对吧 这种异性的这个社交啊 你聊一会儿一看 这手环多了一万多步 对吧 这个 我那个视频里呢 也说中东这边呢 比较旺盛 对吧 比如 其实他这个就是因为人也很年轻嘛 这在沙特有50%的人口 在25岁下 这非常非常这个年轻的人 对吧 这他不光是旺盛 还有钱 这个比如说 在 他有钱 这个做的打赏就很多嘛 所以说这个社交啊 在中东就成了一个 很黄金的一条赛道吧 这个我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呢 看到了那个刘武华 就是杨帆初海CEO的一篇文章 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啊 我说偶然间搜到了他的一篇 写Yala的文章 这里面就 这个 他这文章写什么呢 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用户 在中东体验Yala这个产品吧 在文章里写了 在中东 聊小姐姐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对吧 我就不靠大家复述了 大家有兴趣的 我会把这个链接 放到这个视频的评论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有人可能就问啊 就是说 如果这些国家在 线下这么保守啊 在线上就没有限制嘛 当然也有啊 但是男的女的 在线上认识一下 聊天问题就不大 比如说在沙特 如果你搞直播的话 这个女生也不能露脸嘛 他要包一个那个围巾才行 那开放一些国家呢 比如说 开放一些的国家 比如说像摩洛洛哥这样的 这个女生呢 这个正常露脸就没有问题 当然摩洛哥 其实从线下来说 他也开放很多 这个男女可以一起 这个走 在路上聊天什么的 他本身也更快帮一起 其实出海中东啊 最重要的就是 对本地化的这个能力 走走我看来是最重要的 出海企业往往做本地化 都是最重要的能力吧 就是你对当地的文化 习俗对这个市场能了解到 能理解到什么程度 对吧 比如说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就是说可口可乐 在沙特做了一支广告 这广告呢 有三幅画 第一幅画是一个人 在沙漠里面 很热 很难受 很渴 这个第二幅画呢 就是他喝了这个可口可乐 第三幅画就是他变得很有活力了 非常地开心 这个但是阿拉伯语 是从右往左看的 于是呢 就变成了一个人 本来挺开心的 对吧 他喝了可乐之后 变得特别难受 这个故事呢 真假是未知的 但流传很流传非常广 我认为呢 很可能是假的 因为这个比较低级啊 我觉得像可乐这种公司 这个不太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但这个出卡作本的话 确实有很多细节是要注意的 比如说在这个游戏里面 如果你做一个游戏的话 这个我们游戏 它加写都是显示一个十字 对吧 那里的表示这个加写嘛 但在中东如果做游戏 加写是不能用这种 像十字架的这样的标志的 你要这个画风上 就是他这个加写 要用月亮的在当地上 你用一个月亮再去表示加写 当地人就会看着 就比较舒服一些 对吧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画这些画的 这个里面配的插图 女性不能太暴露 对吧 然后客服运营呢 也很重要 这个中东人 本来我的想象中 都是那种很粗犷的 对吧 七个啰嗦在沙漠里面 很粗犷的 但其实 他们是很感性的 就是如果在游戏里 被打得非常惨 对吧 被虐得非常惨的话 这个客服还要去安慰他们 这在我们中国都没有这种情况 对吧 还要去那个安慰他们 抚慰他们 受伤的这个心灵 给出一定的补偿给他们 客服在当地去 这是很重要的事 你像我前面说的 赤子城做的这个 Miko他们还曾经有用户 就是搞网恋 南方是伊拉克的 这个女方是埃及的 搞网恋 这个女方家长就反对 这南方还请了Miko的一个经理 给他提供担保 这个女方家长才知道 这也不是一个 怎么说呢 还是一个正二八经的一个人 对吧 最终才同意他们交往 如今两个人也是在埃及 就是结婚生子 这个其实在我们中国 也挺难想象的 对吧 你还要给一个用户 去做担保 这其实就是说 你看在当地 就是客服 确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事 再比如在当地呢 这个摘月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事 有很多公司 你要是足够了解当地的话 可以很好的利用摘月来做增长 摘月是这个伊斯兰立法的 每年九月 是他们的摘月 对应到公立呢 大概是每年到五月到八月之间 在那一个月呢 是日落之前啊 是不能吃喝的 到了晚上的话呢 就会一家人坐在一起 聊天啊 进食什么的 对 所以说这一个月呢 就大家这个有钱有闲嘛 也愿意消费嘛 所以说这个娱乐也好啊 电商也好啊 这个如果你能把握好这个月的机会 做一些活动啊 对吧 做一些配合当地文化 一些东西 都是很好能做增长的一个机会吧 还有比如说家族的玩法 就是也非常的本地 这个中东人呢 他家族观念特别强 那我们前面说摘月 是一家人团聚 对吧 这个 他们家族观念很强 然后呢 不光是在线下 还有很多人很热衷在线上也组建一个家族出来 如果是一个家族的主播呢 就互相捧场呀 送礼物呀 对吧 甚至他们还会发展成线下真实的关系 不同家族之间还会对抗呀 竞争啊什么的 对吧 这些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去做营销的利用的 它不是说利用吧 反正就是说 符合当地情况的一些东西 对吧 其实这些工作都要基于对本地的理解才可以 上面我说这些呢 这个这些做本地化的东西啊 其实都是很皮毛的 其实最根本的本地化呢 就是你要真的深根 深根本地才行 对吧 你要扎根到这个当地去 比如说和我通电话的那个老黄嘛 他已经在中东待了14年了 而且我问了一下就运克的一些核心的员工 在这个中东都待了这个三到五年以上 而且现在中国员工占比只有10% 本地员工占到了90% 现在的很多搞出海的公司啊 他其实没想得很清楚啊 他投入也不是很坚决 然后又怕错过这个机会嘛 有的公司就随便扔两个人到海外去 对吧 其实甚至就是说没什么经验的 这个大学生随便两个人就扔过去 这个商业上不是很有经验 然后对当地其实也不懂得懂 对吧 这很多公司就这样就搞搞发现不太行 然后又撤了 对吧 这种搞法呢 说实话 我觉得就不太行 所以想搞海外呢 它不是一个很低就很轻的一个事情啊 你必须得更坚决的扎根到当地去 真正的在对本地很了解才行啊 对吧 那才能获得真正的竞争力嘛 比如说做社交 就是新去中东呢 有很多公司 你也只能靠那些最传统的 就是买量啊什么的方式 来获得新的用户 对吧 但是你比方说像扎根比较久的公司 像我问的这个赤字城呢 对他们这些人 就这个有线下的一些手段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 这都是在当地待的比较久了 才摸出来的一些路嘛 这个而且他们还获得了 最近刚获得了在埃及 唯一的一块这个搞直播的牌照嘛 这都是深耕本地所带来的竞争力吧 所以说我觉得做书海啊 就是一个是对当地的东西 你要足够的了解才行 再一个呢 就是你公司本身的人啊 要确实要在当地深渣很长时间才可以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中东的员工怎么管 因为中东有很多国家 就他们工作时间是很短的 比如说像卡塔尔这个国家 就有很多人每天就工作三个小时 我记得呢 有个卡塔尔的富豪啊 他接受了一个采访啊 就嫌自己的女儿不工作吧 他自己觉得自己是那个工作 特别刻苦的 特别有职业精神一个人 他就说你看我现在这工作是一种职业精神 对吧 你看我现在都负的流油了 我仍然坚持每天工作三个小时呢 这个有的时候甚至会加班到下午两点 对吧 这个就很夸张的 但有很多 这个也不都是工作三个小时的 有很多中国家工作时间是更长一些的 但无论如何呢 就是中国出海人啊 到海外去经常会觉得 哎这个这些人怎么 就咱不能说他们懒啊 反正这个生活状态更舒适一些啊 就不像中国人这么勤奋啊 比如中国人他觉得 加班啊是一个特别正常一个事 对吧 但你出海到海外很多国家去 往往他们不这么想 现在呢 整个从网络舆论上来看 我知道大家都是反对资本家 搞这个搞剥削的 对吧 这个但出海出海这个事呢 你确实得让大家干活呀 这个比如说搞娱乐 搞社交这个事啊 这个像米考他们的要求就是 人工客服10秒钟内 必须要做出应答就可以 而且在这个应答之后呢 在实际话之内 必须解决用户的这个核心问题 这个要求呢 这个反应又很快 而且很多用户 他这个内心 这个比较脆弱一些啊 我们前面讲了 对吧 这客服需要去安慰他们 可能一聊呢 是好几个小时 你不能说聊聊着 我下班的我要走了 对吧 那客户怎么办 这个所以说做客服这个工作呢 确实他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海外啊 其实对于任何公司 他要求这个工作的时间 弹性各种东西 和这个这个其他职位 确实也不太一样啊 就像像埃及在这个这个 这个米考他们的员工 他们的收入在当地 已经算是很高了 这个他们当地的人呢 觉得能加入一家 中国的科技公司 这个本身也是很自豪的一个事啊 但是只有高收入呢 是不够的 其实这个呃 我也问了一下 这个总结下来呢 想管好中东员工 大概有这么三个经验吧 第一呢 就是不吝赞美之词 因为当地的文化啊 就是说员工稍微加一下班 他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不像中国人加一回班 觉得无非是对吧 我被剥削了一下 在当地觉得加一下班 很了不起的 我给公司带来了 很多的贡献 带来了很大的贡献 我都为公司加班了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你要肯定他 要用语言去激励他 要真诚的去感谢他 这个其实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在态度上本身呢 就要很尊重才行 第二呢 当地其实是一个 强权社会 就人们是比较沉浮于强权的 就是说有权威性啊 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但这个权威性怎么来呢 就不是说我是老板 我是主管 或者怎么样 其实最关键的是 在专业的能力上面 要有所体现 让大家看到 你的能力确实是强 让他们内心觉得比较佩服 我们老大确实厉害 确实非常牛逼 再我们呢 就是要以身作则 我们中国去的老板也好 高管也好 都很勤奋 如果中国人都这么勤奋 他们就比较认可 不是说中国人就有特学员 说中国人每天就干三个小时 让他们干的时间更久 这样就不太行 然后第三呢 就是让大家觉得 这个干这个事啊 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 因为其实中东人 还是比较看重 这方面的这个东西吧 其实要给他们讲 就主动说 我们公司未来的一些东西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 伟大的视野 对吧 比如说我们其实要做的是 改变中东人的 这个社交的方式 对吧 这样他们觉得 我的工作是一个 很值得自豪的 很值得我付出的 一个事去做 当然这个 我们前面说 让大家去工作啊 或者是加班 也要尊重当地的劳动法的 就是绝对不能超过 这个劳动法的事情 还让大家在公司里干活 对吧 这个遵守当地的法律呢 是中国公司 出海公司的底线 我觉得所有出海公司 都要这个 遵守的一个底线 这是个 但是像客服这种工作呢 它确实也有一定的 这个特殊性 对吧 比如说这个员工 在家里 这个有 有客户来找他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也要 再处理一些工作才行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像管理这种公司 就要运用一些 前面说的 这个这个 这个技巧什么的 对吧 因为像我们李自然说 这个频道并不是顺应着 就是大家 去搞 就对吧 顺应着舆论 去反资本家的一个频道 就我们还是 这个 就是还是立足于商业 创业这个事 你应该去怎么做 因为现在说实话 这个市场竞争 都激烈的很 对吧 包括在中东市场 虽然前面说 很多公司赚出了钱 但其实竞争 也很激烈 最后说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 去中东啊 这个生活 对吧 有没有问题 就首先呢 这个要注意 这个言行举止的方面吧 要尊重人家的这些风俗 习惯 男女之间要保持 恰当的距离 如果有那个女性 专属的区域 你不要硬往里面闯 这个 然后就是穆斯林 他这个宗教嘛 也要尊重他们 他们这个 每天要祷告五次嘛 而且他们祷告的时候 这个一些娱乐消费的场所 就关门了嘛 要等他们祷告结束 才能再进去的 这个要去理解 去尊重当地的这些习俗吧 然后就生活方面呢 就首先是天气特别的热啊 就是特别特别的热 据说是这样的 我也没吃过啊 然后就吃的东西呢 就是很多都是烤的东西 什么都拿来烤 就牛肉啊 牛肉啊 很多都拿来烤 这个烤的比例占的特别高 这个有很多国人吃多的烤的 他不太适应嘛 而且中国人很多人讲究个上火嘛 对吧 这个可能这个方面就需要适应一下 别的方面应该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问题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获得的一些信息吧 就关于中东市场方面的东西 游戏的灵魂聊科技券文啊 我们这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啊 希望有出海公司可以到中东那边 做出一些更好的成绩 嗯